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模组是定义成函数 所以我要用它的时候我需要做New的动作 如果把另外一个模组定义成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叫Circle1 我定义成Circle1的时候 不要叫Circle1 叫CircleStatic CircleStatic 这种静态的我就不需要New 这时候我就不能定义成这种函数的形式 我就直接把Circle定义成怎样呢 等于这样写 变成一个物件 然后呢 就不需要再 因为这个是Jason的写法 就是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 Jason就是JavaSpeed的物件的写法 它是个字笔 所以用大幅画 然后呢 Radius我就直接设定 它是3 5 这里不能用文化 它用到底 然后接下来呢 Arior 这时候呢 就不能用等于人 就要用 function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这里要不要加历史 我就有点干不清楚 可以试试看 好 如果我写成静态 这是一个办法 那我传闻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传闻这个社可 我们试验一下 直接在这边试验一下 我们这边 试验一下 等于不用念 直接当手联络 SERCLE 你会看到 它是Circle 细节 你会看到它 是Circle 左边的一个栏位是5的东西 那因为这里还有一个area 函数我们也呼叫一下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呼叫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 也就可以 stating the test 那这时候我就直接require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再 在 直接require就不需要在那边 在那边 这样子 stating the 这里有个问题 它说没有area函数 c 没有area函数 我看一下 area 这个函数 输出之后 已经被拆打 在这边可以抹下 都要摆得了 用不出来的 那些 对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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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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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include了缩档案 不关键 我应该include circle stated 好像不对了 所以 所以我应该include stated 大概是这样 我把这个直接用 原始码的方式 贴到摄本站 所以我们要测试 然后可以测试 这个是 所以 所以 是 所以 您的邀请您的邀请您的邀请 邀请您的邀请